现在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毛病 面色伪黄 暗淡 黑眼圈重 说话有其无力的 动不动就气喘胸闷 而且精神违靡 疲惫不堪 就像没有睡醒一样 总是休息不够 并且体弱多病 整天不是这里不舒服 就是那里不舒服 其实这种情况 用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词来形容 就是亚健康 用中医专业术语 就叫做虚劳 意思就是身体虚弱 加上过度劳累 造成虚者更虚 疲惫加重 于是身体出现各种毛病 而且大部分是机器检查 不出来的那种 张仲锦认为 风为百病之长 在虚劳朱不足的情况下 由于气血虚损 正气不足 人亦招致风邪清洗而发病 而这里的风邪 并非单指一般的外感病 还包含与风有关的多种杂病 如风险 中风 风闭 历劫 经济等定症 那怎么办呢 当然是虚择补之 而医生张仲锦的金魁药略 协必虚劳病脉政治病治中 就有个大补虚劳的方子 叫做蜀玉丸 专制各种虚劳杂病 蜀玉丸是由山药 当归 鬼之 神曲 生地 豆黄卷 甘草 人参 川胸 白勺 白煮 麦冬 杏仁 柴湖 杰梗 芙林 能修复五脏 健壮机体 腐症驱邪 防止摆病 别看方子虽大 但却配比合理 分工明确 医家认为 虚劳病 百脉空虚 非粘制之物填脂 不能食也 但粘制之物 没有厚土便不得立地生根 充氧机体 所以 属于丸方中 虽然用了很多滋补之药 但始终是以调养脾胃为基础 比如 方中医属于补中义气 以人参 白煮 茯林 甘草 干将义气健脾 以神取 豆黄卷 消食化 激出湿 使补不爱胃 脾胃强健 医家还认为 精血枯河 非如食之物滋滋 不能润也 但凡用补药 需先调节自身精血 以药气入补机体 因此属于万方中 虽以如食之物地皇 白勺 当归 川胸 麦冬 阿胶 大嫂等来滋阴养血 但也用补气药物 桂枝 柴虎 仿蜂 白脸 杏仁 结梗来调畅体内气机 以达到气血病调 气旺则血生的目的 因为这个精妙的配舞 属于丸 才被古今医者 誉为千古补虚第一方 像是五脏虚衰 肌体日损 体虚多病的人群 就十分适合使用该方 而且属于丸 公补兼尸 所以也非常适合 肌体虚弱 孕化致癌 虚弦内生的人群 另外 属于丸 虽被誉为最强补药 但因其药性温和 补而不造 也特别适合虚不受补 一补 就一上火的人群 千金药方用之治疗 头目眩晕 心中繁育 经济狂颠朱症 古今路艳用之 治疗男子五劳其伤 尘夜之喘疾 内冷深重 骨节繁腾 腰背僵痛 饮腹内痛 雷兽不得饮食 妇人绝孕 膳甲猪病 现代常用本方治疗 各种虚弱性疾病 如头晕 目眩 腰酸 背痛 知冷麻木 产后风湿 周期性麻痹 早期重症肌无力 长期反复感冒 中老年人体虚异病等症 或大病后周身疼痛 疲惫无力等症 Ana 伤症肌 人体虚异病等症 す